10月16号全运会就要在新北市登场了 铁路圣火今天是来到了台中 由新北市长侯友宜亲手地给了台中市长卢秀燕 并且还跟柔道选手杨勇伟 帕运选手李凯琳 林姿余等一同来迎接 要一站一站传递点燃全台的运动热情 铁路圣火来到台中站 新北市长侯友宜交接圣火给市长卢秀燕 一棒接着一棒要为10月即将到来的全运会 全力以赴 很多人说我们两个为什么会合体 因为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现身说法 请全国的民众持续关心体育 持续支持运动 我们更要成为所有运动好手的后盾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推广运动 山路齐花的圣火引燃 然后传递的过程当中 借着公路 铁路 以及网路 那这山路齐花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爱好运动的 全国民众能够到新北市来参与 在传递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坚持热情友谊来跟台中 来跟全国各县市交朋友 更重要能够创造团结台湾的运动赛事 睽違18年新北市再度办理全运会 10月16号赛事即将登场 这次以网路 铁路 公路 共三路传圣火 铁路圣火今天来到台中火车站 由市长卢秀燕率领柔道好手杨勇卫 帕运使手李凯玲 林姿宇等迎接 接着再由火炬手女排队传递到下一站 而台中明年也将举办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 两位市长用赛事会友 派将爱运动的精神传承下去 运动赛事其实背后真的是有非常努力的 而且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 所以在这边要真的是非常感谢 就是努力做好现在每次的训练 这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目标我一定也是会设定金牌 然后就是尽全力的在场上表现好 自己的好表现这样子 为延续冬奥帕运的热情 两位市长合体传递圣火 用行动燃起全台关注运动的热忱 而去年全运会台中勇夺全国第二 今年也将持续发光发热再创佳机